今天是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在北京访问的第二天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与他举行了会见 并且希望能够着重来谈一谈中南之间的经贸合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 会见了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 并表示初次见面最希望谈的就是两国的经贸合作 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 但副总统先生对中国的友好和长期致力于发展 中国与南非友谊所做的大量工作 我们是深刻的了解 许多中国人要费用 我想先持继续着重地盘谈两国的经贸合作 莫特兰蒂对中方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还表示来到中国感觉非常好 并用宾至如归来形容这种感觉 除了与习近平副主席温家宝总理会面外 30号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还将与莫特兰蒂会面 在全球经济还在缓慢复苏的前景下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金砖国家之间也互相寻求着 更为广阔的合作机会 攻速发展 二亿卫视南苏侯金明 北京报道